2021年1月6日 我們知道在美國的國會山上 發生了一群示威者衝入國會的事件 這一群衝入國會事件之中的人 其中有一個被國會裡面的警察槍殺了 這個是一個退休的軍人 而其他人現在是有221人 是被FBI逮捕了 有人將這些逮捕人視一同 在2015年到2020年之間 FBI逮捕了108名極右暴力分子的數據比較 我發現原來這兩堆人是完全不相同的 很多地方不同 第一 現在這一群衝入國會山莊這一群示威者 他們的組成部分和這批2015年到2020年之間的 極右暴力分子的比較是完全不相同的 他們有事做 他們有些是退休軍人 他們有些是做生意的 這群人不可以說是好像這批2021年至2020年被FBI 拘捕那些極右分子 這群極右分子大部分都是無業 而在這221人之中 只有20人和極端組織有關聯 其他是沒有關聯的 換句話說 這一批普普通通的 現在被美國標籤為犯罪分子 這群人其實是普普通通的美國人 不過當然他們就是在特朗普的慫恿之下 認為特朗普的總統職位被人偷了 所以為特朗普去衝鋒 這個現象代表著特朗普本身仍然有一個非常大的支持者 而在這群人之中 有不少是來自所謂的藍州 即是說美國他們的民主黨是藍色 共和黨就是紅色 分為紅藍 我們知道這些藍州通常就是很多人口的小州份 面積少 但是人口多 所以他們贏了一個州的話 就只有很多選舉人票 當然這次拜登除了選舉人票之外 他們還贏了直接人數 這個是比較特殊 好像上一次在2016年 特朗普就是靠選舉人票贏了 他的獲得票數其實是少於希拉尼 但這次因為有部份的紅色州份轉左軚 因此在藍色州份裡面有些人是不滿意民主黨的作風 而仍然出來衝擊國會 這一點我們要記住 即是說特朗普無論他將來做什麼都好 可能他會做一個新的政黨 或者繼續回到共和黨 他仍然有非常大的號召力 這幫人可以說是死硬地支持特朗普 在這種情況之下 拜登能夠做的事 就一定不可以挑動到共和黨裡面的基本利益 而現在我們也看到前總統 就開始挑選現在共和黨的國會的代表 挑過頭 即是他也不滿意現在共和黨裡面的形勢 所以現在有了這個分析之後 我們對於美國在2021年1月6日 國會生發生的事 其實有很多事情我們現在未知未明 還要慢慢觀察 但起碼現在我們這裡已經有人做了一個比較出來 我不和大家慢慢讀數字 因為數字比較沉悶 我就會把英文那個和觀察者那裡 拿了他的原書原報告 翻譯了兩份 兩份都放在描述上 大家可以照去看 我們現在要知道就是 美國在2021年1月6日 衝擊國會生那幫人 是一個非常奇怪的一堆人 這堆人並不是一般所說的極端有益分子 但他們是死心疊地的 是相信特朗普的事情 這一個就是變成 我這一輪都跟大家經常說 我們要組織起人權商量 所以有一個共同的信念 他們這幫人是有一個共同的信念 而且這幫人的人數也不少 有七千多萬人 所以這個政治力量 看看特朗普怎樣利用 如果他利用得好 他隨時可以捲土重來 是好事還是壞事 大家自己想 我仍然會叫他做村建國 我們來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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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